首先先准备4-7-10的校正液以及一杯蒸溜水 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做校正 校正的话呢 需要一台校正机 及我们 传送器下面的这个电源键 电源的 插头呢对准 传送机上面有个插孔 之后 再按 中间这个power键开机 它就会自己检测到它现在的校正是ph还是什么 那 我们ph的话会先从 中心开始校正所以是从7开始校正 那就放了7的校正液里面 那 校正液里面这个就是它的校正液的校正的那个数值 那这是我们现在测到的数值 觉得 机器使用久了需要校正的话就是按mode键 长按 会显示一个save save之后 它就显示7.00表示说 已经叫7已经校正ok了 那 就把 车帮拿电极拿出来 接着放到蒸溜水中清洗 清洗完之后呢 再拿 卫生纸 擦干 再看 再来我们要校正4 那就是按 这个mode键 按下去 短按一下 变成4 那一样是 将 电极插入4的正液中 变成4 有看数值就马上跳回4 那你觉得 这个数值 慢慢的往回跳了 已经跳4.05 表示说 4这个表示很准了 不需要什么校正 那如果你觉得 使用久了需要校正的话 一样是按mode键 一样是会出现一个save 然后呢 它会显示4.01表示说 OK校正完成了 那一样 拿出来之后用蒸溜水清洗 接着拿卫生纸擦拭干净 再来我们要校正10的话呢 一样是按mode键 会显示10 那一样将电极放入10的校正一中 还慢慢的往上跑 跑到10那边 虚假正的话 一样是按mode键长按 一样显示一个save save之后呢 它一样显示 9点多 9点8 9点8多 那就是差不多了 10点0 表示说 我们校正完成 那一样拿清水清洗 干净之后呢 那乌生纸将 电极擦拭干净 这样我们的pH校正就完成了 一定会出现 就是 每个人的 也要扶着 就像这样 我现在会拿出 看看准备